Maggie红姑后不见后破冰 全智贤被冷落 啊这什么场合啊 可以召唤香港两大女王同场现身 第二昨晚在香港庆祝重开两家旗舰店 不止两大女王还有超多大咖来捧场有够威敌 多年前就流传Maggie红姑 因为互报情势闹翻 从此后不见后 这一次男的先生同场精品活动 说了一堆客套话 开心没陪众 今天很开心 又可以见她了 又可以最后一件 现在大家是全世界 一向都没有的 是你们说而已 有 现在这么容易 有email啊 之前周汉映画画素颜 其实自己介意不介意 拍得我这么肉酸 哎不要紧了 你知道拍照很麻烦的嘛 又要 我以后会带一块反光板起来的 一人认识我 现在反了反思 哈哈哈哈 刚刚的红姑娘有同意吃饭吗 之前 是啊 我们来不来都要见面的 嗯 就是很久没见面了 这一派少一点 因为我真的刚刚回来 嗯 或者迟一点点 Saggie 你生日会联合 会不会在香港过今年 呃 不知道啊 要 看有没有人 在香港请我吃饭 如果没有 没有什么节目 或者在附近都淡牙玩一下 去旅行 很明显的 人气王就是Maggie啦 特地从韩国来捧场的全智仙 呃 其实是输了一大劫 还是故作正经 微笑拍照 想抢摆面 要学学这一位 这次计较如豪满档 潜意媳妇 人不吝息 露好身材 成功突破重围 苹果让赖 fattau 大口